我們現在騎到雪梨大學這裡 然後它這個校區也是蠻大的 我們剛從魚市場那邊騎過來 大概騎了15分鐘加上走路的時間 它後面那邊有一個大大的操場 然後還有幾棟建築物這樣 這個雪梨大學就是澳洲這邊最古老的大學 然後也是他們這邊的最高學服務 超美 你看那邊 超級漂亮的 很多人就是誤會以為那個塔利波在拍影片 其實也很像 然後我們在它這棟外面 它這裡有一個咖啡廳 我們來這邊喝個飲料休息一下 來這邊享受一下大學的氛圍 遠面 這個是煙並非煙燙 介紹一下 我可以帶 hive 沙都怪同學 這邊碰ата 一個一關 那一關 會不會多一些 那我們在離開了大學之後啊 現在來逛它旁邊這裡有一個跳蟒市場 這個是一個禮拜六的假日市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樣禮拜六安排這個行程還不錯 就是禮拜六在學校裡面也比較安靜一點 逛完校園之後還可以來這個假日的假日跳蟒市場來逛逛 然後在這個周邊的周圍啊 也有很多的咖啡廳 就都很漂亮 然後還有公園啊 可以在這邊走一走 對 它這個假日市集啊 就是很多人會把自己家裡的衣服啊 或是任何穿搭的東西都拿出來賣 對 恩 掃市集 那除了這些身上穿的之外 它有賣一些像是吃的東西 或者是手做的飾品 感覺是可以挖寶的地方 哇 而且這個占地面積不小啊 蠻大的 蠻大的 它旁邊還有位置做的 因為它是手做的 通常的衣服 jaki期間的一會兒 我們今天的晚餐來到 Ralea 在這裡現在我們來吃這間拉麵 然後他這裡附近其實有很多人吃的 它另外在進食啊 還有ammain 我們去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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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去吃啦 那你去吃啦 然後我們去吃啦 然後這個呢 它有很多種口味的辣麵 像他們的高湯是比較原的這一款 它有白湯底跟手湯底的辣麵 然後它也有全部濕的辣麵 然後有點這個很會變的白湯的辣麵 你看它這個很好吃 而且它的醬 還有很清潔 我覺得我這個很不錯耶 你的眼神是蠻不錯的好 在國外開的日式的辣麵店 我都覺得很不錯 我剛剛吃完的時候我也是這樣想的 不管是日式或是韓式 可能是別式或是任何一個式 你要有辦法在國外生水 你一定要不錯 我覺得大城市的各國料理都蠻不錯的 我覺得日本也有可能會採的 但是我覺得在國外吃這些 就蠻難採掉的 我剛才也是這個想法很好笑 而且之前在美國的時候就排隊排很久啊 那我就吃了就超好吃 結果來到台灣那時候 我就去喝一瓶糖都變味了 然後我點的這個呢 是他們推薦的 比較有那種蒜味的那種 我也覺得不錯 我應該有看到它這個黑黑的 有點覺得啪啪的感覺 但哇 它的湯喝起來真的不錯 它肉有很多便利的嗎 是便利便利 還是為了擺個蛋 因為我覺得我的已經很好吃 但如果一定要選的話 我會選擺人 很好吃 好那現在快到八點了 我們現在在港口旁邊這邊等燕子 血火是八點半的 現在港夜已經距離了很多人了 沒有位置尊 然後在港口旁邊這裡啊 也都很多的街頭燕子會在這邊表演 在等的時候可以這樣看 好 好 早安 Rarky Day City 所以這一區 我們前幾天有來的 我們前幾天有來的 早安 那我們現在又騎到的 Rarky Day City 這區 我們前幾天有來的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他這一個麵包店 這個是我兩個朋友都推薦的麵包店 然後他說這邊的可頌很好吃 那我們現在要走進去囉 我們買好了 我們買了兩個可頌 不同口味的 一個巧克力一個原味的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杯Ice Mocha 然後到外面那個corner去拿 現在人排隊超多 還好我們剛買的時候沒有那麼多人 可是他這個也非常快啦 而且這岩石區這邊啊 他這邊假日好像還有一個小市集耶 在那一區 那邊賣的東西很可愛喔 我剛剛有去看 好我們現在準備要前往Nanley海灘 那這個行程是我們在RABA的時候 那邊的店員推薦給我們 就是在這個環形碼頭這邊 他這個Fairie去Manley Beach 那來到這邊 他這邊就可以看說 欸我們要去Manley的話呢 就是12點半的船 那在第三個碼頭這樣子 他那邊好像很多班耶 不只有12點半一班耶 12點50他現在又跑出了新的一班 班次滿多的 然後他那邊其實有寫 是12分鐘後一班 然後1點半還有一班 啊我們進來了 我們剛剛也是刷Apple Page這樣 進來 那為什麼大家會推薦要去Manley海灘的話呢 要從這邊搭船 因為搭船呢他很快 15到20分鐘他就會到了 除了搭船之外呢 你也可以選擇搭車 或者是開車 但是搭船的話呢 你就還可以順便看得到 雪梨各劇院 跟這個雪梨大橋 對就是市區很多景點 都會在搭船的時候看到 我們現在一上船啊 這邊就有一個 可以讓人家勾腳踏車的地方 好了 我們把腳踏車停在這裡 他這個船是單車友善的 所以根本不用折 也是可以進來的喔 對看起來就是一般的公路車 那種大小的也是可以進來的 對 對 網路上有很多人在分享說 開雪梨各劇院 要哪裡 哪個機會 哪個機會 結果我發現搭這個船 就可以拍到各個機會 對 對 拍從側邊 然後拍到中間的話 都有不同的角度 超棒 拍到側邊 拍到側邊 嗯 超美 然後你看 現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雪梨哥劇院 然後跟那個雪梨鐵橋一起 然後跟那個雪梨鐵橋一起 我們現在走出來這邊好像感覺又是另外一個區 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它就是有很多像是冰淇淋 我們這裡好適合吃冰淇淋喔 有一些冰淇淋甜點店啊 然後有一些像飯店啊 住宅這樣子 這裡的度假氛圍比較重一點 對 然後才搭了大概15分鐘 而且我覺得我真的蠻推薦搭這個船的 因為搭這個船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景點 因為搭這個船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景點而已 然後我們騎經過主街 然後到這個manly beach 大概騎不到5分鐘的時間 然後它一路上都有很多東西可以逛喔 然後一整條都是徒步區可以走路 然後我們騎腳踏車也可以 我們一走過來的路上啊 就是大家車上會有放衝浪板啊 或者是要拿著衝浪板啊 或者是有很多人騎腳踏車 看前面還有沙灘車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就是manly beach 那很多人就是會在這邊衝浪 然後也很多人會在這邊騎腳踏車啊 賽日光浴啊這樣子 或者是逛街 然後我們今天 好像在禮拜六禮拜天都會有假日的事情 那邊也有一個很大的事情 我剛去過完這個租衝浪板 它這個一個小時是10塊錢 兩個小時是20塊錢 那它也可以租一週或是一天這樣子 然後衣服加滿 就20塊錢 然後你可以去沖沖板子 好 感覺蠻好玩的耶 然後shower呢是在那邊 在海灘側可以洗澡 那locker呢是5塊錢 你要沖呢 有點心動 總是需要check fix 我們來這裡吃一個東西吧 鳥就來吃 NO 我們來這裡吃我們剛剛在The Rocks那一區賣的這個口頌 巧克力 它是巧克力的喔 嗯 它綠綠的是什麼 摩擦的 我知道 如何 好吃 你朋友說它吃過最好吃的口頌 你朋友說它吃過最好吃的口頌 它跟我說的是性能的 嗯 可是我們來看沒有性能的 嗯 那也是好吃的一個葬儀性能 你要吃原味看看 原味蠻好吃的 好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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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走到showery beach 它就是在maymay beach的另外一邊 一走過來啊 就很多人在旁邊的草皮上 或者是這個岩石上面 然後在那邊看書啊 做自己的事情 沙汰啊 下面呢 就可以浮潛 很多人就在那邊浮潛 那邊就有一個樓梯可以走下去 就直接在那邊可以浮潛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主街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做這一次冰淇淋 我們剛剛公了一下有兩三間冰淇淋 就非常多人都在排隊 然後我們就騎過來 就想我們就來再見吧 對 再見 好神秘啊 剛剛就看了很多種口味 我就不知道要點什麼口味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什麼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這裡是最好賣最好的是什麼 他就跟我說Pistachia 我就想說對耶 我最喜歡的也是Pistachia 然後我就忘記 然後就是 哇好好吃喔 因為他這個還有Pistachia 果粒在這裡 好 給你 好 給你 哇 你這裡面果粒好多喔 超多的 來 給你 下雨球啦 耶 髒 耶 耶 好了 好多果粒喔 我們搭船回來之後 我們現在在雪梨跟魚員旁邊 準備要來吃晚餐 然後順便看雪梨跟魚員的夜景 在他這邊下面呢 有兩間餐廳的樣子 對 那我們選擇的是這一間 這一間就沒有比較好 比較靠近雪梨歌劇院的這些 他這邊的座位 好像比較舒服的感覺 對 好 那我們點了一盤薯條 還有點了一盤的 真的很厲害 看 那除了補牌之外 還有像是碳堡啊 然後生魚片啊 素食啊 所有的東西 對 那我原來這邊吃什麼 那邊可能很不重 就是點一些灑魚餅 然後一些嘗試的東西 可以吃東西 好 滿嫩的喔 我覺得這裡不只是景觀餐廳耶 可以來吃耶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吃啊 跟一般在澳洲的餐廳吃 價錢其實沒有差太多 所以我們點這樣子也 大概才三四十塊錢 可以吃的 他對吧 在澳洲的餐廳 Day Az Terje Az Terje 今天要搭公車 我們今天要去邦迪海潭 距離有小小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決定要搭公車去 我們搭公車就是在這個Head Park這邊 去搭這個333號公車 就是一下車就有一個度假感 對,非常的度假感 就你穿最多 對,你也是 Culture Shark 你也穿得很好 我希望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Bondie Beach這裡 我們在網路上找了一間 是有五尾熊造型咖啡的店 在這裡 的賣在這裡 好美的一間咖啡廳 好美的一間咖啡廳 我最近就在想要找一間這種咖啡廳 就找不到 那我們來這間 我們點了 我們就給他看我們要點什麼 那我們就看了一下 不知道要點什麼 我們就給他看那個圖片 我就給他看圖片說 有哪個咖啡有這個五尾熊的造型 就說 全部這裡熱的咖啡都可以 用成五尾熊的造型 那我們就點了一個澳洲咖啡 Flash White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這裡還有什麼是 比較有名大家會點的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桑文貝果 然後我們就點了桑文貝果 因為他們這裡的貝果 好像蠻多人推薦的 然後如果不喜歡貝果的話 就可以吃可頌 真的很可愛耶 對不對 我們來這麼多天 都還沒看到五尾熊 對 先喝這個 因為我們在市區住 所以沒有五尾熊 哈哈 我們的目標 是要去看眼神五尾熊 對 只要有這個造型 就真的很可愛 對 先不管他好不好 就是很可愛 然後他這個杯子也很可愛 你看 還用這樣子的角色 沒有出來 沒關係 有啥上面那個粉就看了 是 我們還點了這個 煙燻鮭魚的Nago 然後你看 你看他這個櫃也還有兩片 然後他中間還有阿布卡丁 在裡面 他貝果很好吃耶 然後酪梨也給了 對 不過他酪梨應該是沒有任何品味 就農了 對 因為好像貝果很紮實 對 所以才選擇很美味 我們現在試完之後呢 回到這個邦迪海灘 那這個邦迪海灘呢 你看它這邊 白沙的長度呢 有一公里長 嗯 你有覺得他這個沙灘 比昨天的沙灘還要白嗎 對啊 然後那邊就是一個很有名的游泳池 可是這風海真的嫩耶 我覺得要定點在一個地方 一定曬著太陽才不會嫩 不然這樣子就是什麼衝了耶 我不敢去衝浪 而且這裡的人 幾乎每看到的人都是穿著運動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穿著泳衣 然後在市區市 大家都穿的平衡褲耶 都沒有人穿著牛仔褲 就連在市區也很少看到有人穿牛仔褲耶 怎麼這樣好笑耶 對啊 怎麼會有人穿這樣在海邊 這裡的沙比昨天的還要吸 美麗比斯的還要吸 澳洲真的不愧是衝浪的天堂 因為海就這麼藍 這麼綠綠漂亮 然後沙就這麼白耶 而且你市區才不用30分鐘內 就到了這個衝浪天堂 而且他這裡的人 每個人都身材很好 都有力量耶 那我們現在要去往游泳池的路上呢 他這邊除了這個海灘之外呢 周圍都是岩石 所以我們從這邊這樣看下去 他這個風景就會非常好 超漂亮的 你知道邦迪的意思呢 在澳洲的原住民雨裡面呢 就是浪打在岩石上的聲音的意思 它這裡是一個花五張 然後它這裡有一些價錢 你想要買 對六次的話就是五十塊 二十五次就是兩百二百 所以我每次就是十塊 對 那就是有很多種的湯類 然後像這種牛骨湯 泡菜豆腐的 然後有辣的 有辣的 然後還有飯的 然後還有一些小吃 他這邊菜單啊 他都標識的很明顯 看照片就可以大概知道 是什麼東西 然後應該還蠻多人會來這邊 吃這種人生期的 然後還有這種牛骨湯 那除了湯類之外呢 他也是有一些 像是炸雞啊 海鮮煎餅啊 這類的東西 點這樣子 然後他就給我們這樣 一二三十五個 八個小菜 然後一個飯 然後我們也是這個 辣的牛肉湯 然後他就附了很多 小菜跟一個飯 他這個湯就是有牛骨的味道 蠻濃郁的味 我們真的是亞洲味 對 難怪這裡外送啊 很多他的箱子 外送的箱子 滿注意你的亞洲味 亞洲味 吃熱的就很重要 對 不然大家吃冰的 嗯 你有喝他的湯嗎 好 湯好喝啊 他湯其實這樣 在外面這樣弄 看起來不好喝的樣子 可是他湯不錯啊 不會像那種 很辣 非常辣 辣到你喝不下來 好那今天應該算是 我們雪梨行程的最後一天 我們每天呢 會搭中午的飛機 去紐西蘭 那這次的雪梨行程 你有沒有覺得說 哪裡最喜歡的 或者是你有吃到什麼 覺得最好吃的 最推薦的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 就是 雪梨歌劇院外面那邊 那邊就是著名的景點啊 所以你不管怎麼看 你覺得很酷啊 然後每一個方向都想拍照 然後還有港口那邊 然後還有我最喜歡 Manly Beach那邊 那邊我覺得一整個氛圍就是 不用很遠 搭船大概 15-20分鐘 就可以遠離市區這樣子 像我們這次去了兩個海灘 一個是邦迪 一個是Manly 我也是覺得說 我比較喜歡Manly海灘 因為它就是一整個行程 就是我們可以搭船過去 搭船沿路方面 最近很漂亮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 Manly海灘 它那整個周邊的一個氛圍很棒 我覺得 雖然天氣還是有點冷 我們還不敢下水 可是那個整個氛圍啊 都很棒 但接下來澳洲進入春天 進入夏天之後 天氣一定會非常舒服 對 然後還有像我們去The Rocks那一區 我也覺得蠻不錯的 還有在雪梨歌居院下面吃東西 我也覺得很不錯 對 除了晚上比較冷之外 都很棒 然後因為雪梨這個大城市啊 它是有很多民族融合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吃到各國料理 都是很好吃的各國料理 然後如果說像我們一樣 就是在住宿的方面 省一點錢的話 我蠻推薦我們住的這個北包客棧 它一個晚上兩千塊錢 一個人一千這樣 然後它是有兩個人房 有一人房 還有很多人一起住的房間 嗯 然後就在火車站附近 然後離市區用走路的話 也不會太遠 對 然後它就是可以自己一下住 整東西吃 就可以比較省錢一點 好 那我們這次雪梨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會飛到 紐西蘭黃厚珍那邊 那大家就是期待一下 我第三次去紐西蘭了 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還有什麼好吃好玩 或者是我上次有去到有玩到有吃到 會想要再去一次的地方 接下來紐西蘭進入春天 我也是蠻期待紐西蘭春天的樣子 好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ise我們的燈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